从画面上可以看到监视器的右上方 一辆小货车本来停在斜坡上 突然往后滑 先应声撞上了一辆直行的汽车之后 发出巨大声响 再往后继续倒退 接连撞上了两辆汽车 最后再以倒撞的方式 冲进附近的一般民宅 不但把别人的铁卷门都撞烂了 还波及停在一旁的汽车 而这一撞造成了两辆汽车 五辆机车都遭到撞毁 带来看一段当时的画面 吓人的车祸发生在新北市新庄双缝路上 小货车驾驶表示 当时正在槟榔滩前下货 因为店的前方位在斜坡上 下车的时候有拉手刹车 但疑似没有拉好就下车 造成小货车往后滑 一路滑到马路上 也造成第一辆汽车的驾驶被吓坏 当时副驾上有一位乘客 右肩膀有擦挫伤 而现场的民宅也被撞得乱七八糟 没有拉好手刹车 也将夫妻向往赔偿 没有拉好手刹车 接着